女高中生刚转校入学就被追杀 这一档堪比柯南的推理综艺有多刺激 妹妹们为了找出在学校创始人画像上涂鸦的人 去查监控录像 但是摄像头却好像被什么遮住了 这时推理女王朴志云灵机一动就猜出了遮挡镜头的东西 我怀疑你是柯南的远方表姐 果不其然妹妹们看到了窗户外树上挂着黑色气球 最后他们钻过狗洞得到重要线索 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 一个大树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她们有一个大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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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离开 她们有一个大树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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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之后姐妹团找到教导主任把涂鸦事件推理结果告诉她 她们有一个大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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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她们有一个大树 对 她们有一个大树 对 她们有一个大树 对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更恐怖的事情